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我是个美大师观战,来观战一把卡梦的前锋排到了东旋的红夫人 东旋这边是选择打红夫人 知道这种的话,打红夫人,我觉得虽然说昆虫在面对红夫人的时候牵制能力比较弱 但是知道这种有先知前期的击倒节奏可能没那么快 看一下 然后这边机械师在外面的话,如果能双修局势队来讲东旋最多也就是个宝平面 最多也就是个宝平面 想要去争一个多抓这样地图,这个开局几乎不可能 就是在穷者不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东旋这边你打个天秀能有多秀呢 红夫人的话也就是静下稳定打两刀嘛 这边的话这先知反应还非常的快 知道你抬击下,然后这边翻个板子想要去躲掉这个镜子 这波虽然说打到这一刀,但是先知还有一只鸟 你还是得打两刀,而且这里的东旋带的是一个金身 它是没有那个闪现的 所以说这个刀,两刀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镜子才行 因为马上进入到这边的厂房了 厂房上二楼以后这个镜子的话需要非常多的一些技巧镜啊 比如说这边的一个位置你要反向拉,拉镜子,然后包过来 对,架一手,先知鸟一顶,还可以,两边的一个正常交换 然后切,还是怎么说,切一手过来,位置是封不住了 那先知这边的话可以再绕二楼 娃娃的机子已经亮掉了 太难了,太难了 这个局我觉得就是现在对于东旋来讲的话 估计也只想保平了 因为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 你一定要抓这个先知 而先知所在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话非常的好 非常适合红夫人这边 非常适合这边牵制红夫人 然后这个镜子大家学会了没有,对吧 当你是一个红夫人的时候 追这个点位的求生者啊 东旋这个两波教科书般的一个重叠镜 就是换位镜 挂地下室也不太行 外面的话应该是差了大概一台新机了 我们看一下 差了一台半,娃娃已经开始修了 前锋这边如果说能够卡半就一波 满状态的话下一波还是前锋救 机子就肯定够了 机子就肯定够了 这边的话第二波机械师也可以来救 看一下前锋落地 这边打一刀救下来 应该是能判断的出来这是一个金身 应该是能判断出来这是一个金身 因为要是有闪的话老早就要闪了 这边先知 落地一刀打中了好的 镜子抬前锋 抬住前锋 前锋拉一波小球 机械师可以考虑过来救人的 娃娃的话机子差一半 需要队友去补 前锋到位了 前锋到位的话那这样的话机子应该是够了 挂进地压室东穴这边要用地压室来保平 这开局给大家讲了 这个局其实红夫人上来 这样地图上来抓先知对于 那个权利者来讲就是一个优势了 一刀还行吧 先知吸出了一只鸟 机械师这边救下人以后还有一只鸟 可能偏向于一个三跑 他只能挂地压室了 这个局只能挂地压室了 不挂地压室 平局的可能性都没有 挂地压室 然后守住这个地压室 看落地刀能不能打到一些东西 追一刀 逼救 还是怎么说 这边 救下来 昆虫也来 哎呦 哎呦 完了呀 这波昆虫的话机子可以直接亮 一刀 密码机点亮 专心破译 快走 机子点亮 这边鸟来扛掉这个镜像即可 鸟扛掉这个镜像 然后再拉一个点 最好是往后面绕 鸟顶掉漂亮 这把的先知的牵制是非常不错 东旋这边有没有机会一进两刀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他应该是去门边 然后秒一个人以后到时候再切传送 但机会也不大 机会也不大 前锋他这边还有非常多的球 他可以在中场压着的 这里昆虫的话 哎 前锋就在这边附近 那昆虫倒地 前锋这边托你一手 这个分段的穷人者对于 监管者的技能应该判断会非常清楚啊 应该知道你肯定是个精神 不太可能过来跟你打的 但是呢 这边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前锋这边被通缉到了 被通缉到的话 如果这边镜像一台 前锋要拉球走 拉完球以后 东旋这边切传送 有没有机会 再能留一个 这边前锋一刀 镜头给他卡梦 直接拉球 这里机械师想救人 切闪现 闪现一刀漂亮 这样的话 好像是选择放弃了 这一波怎么说呢 机械师如果说不过来 那么红夫人 当时他可以镜像切过去 也有机会再留一个的 所以一定是会留一个人压的 但是呢 刚才会讲了 就是最好压的人是前锋 因为他有位移 他可以躲镜像嘛 但是前锋被通缉到 所以只能是机也是压着这个位置 那东旋这边抓到最后的机会 强行保了个屏 这波保屏真的是太不容易 感谢大家的关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